我们如今虽然大致开始了解这一回的歹徒是如何作案 不过那些还在逃到党羽呢 他们有多少人藏在哪里 而下一回他们攻击的目标又将会是何处 这一连串的疑问都使得全球的反恐单位时时刻刻难以松懈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恐怖团体 他们各有不同的诉求 但如今我们看到的ISIS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却完全不一样 手段异常的残酷 他们的诉求是跟所有整个的自由世界为敌 而滥杀就是他们的目的 于是逼使全球的反恐专家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来跟他们的作战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报道 就是要告诉您专家如何在分析这些恐怖分子 如何透过他们的过去的作案的过程跟记录来了解 他们之间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联系 来拉幕这些成员 这些成员当中是不是过去有些偏差的记录 如何从偏差的犯罪走向了极端的暴力 当然最重要的 家庭成员的结构 还有特别是兄弟党父子党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他们希望透过这种方式 未来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恐怖分子跟他的团体 能不能有帮助 我们来看看专家是如何在调整他们的反恐战略 大批客枪实弹军警进驻布鲁塞尔街头 极重要公共场所 中央车站更是大排长龙 每个人入战都要经过严密检查 一场恐怖攻击 让这个欧洲政治中心宛若惊惊惊之鸟 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 这是一种战争的感觉 战争的感觉 布鲁塞尔绝不是伊斯兰国 向西方世界呛下的终点 下一个会在哪 欧美如临大敌 因为过去三年来 三个西方国家四起恐怖攻击 亦让全球惊魂未定 巧合的是恐怖分子 都是感情深厚的兄弟党 而且作案方式越来越激烈 一场城市马拉松瞬间一片血腥 遗体四处飞散 伤者不断哀嚎 远急车臣的查纳爷夫兄弟党 把压力锅炸弹放在后背包 隐身人群中 随后偷偷地放在地上引爆 去年1月7号则有另一场疯狂大屠杀 巴黎郊区向来平静的半空大楼外 顿时枪声刺起 做案的库瓦奇兄弟 原籍阿尔及利亚 从小父母双亡 在领养家庭长大 他们先对警察开枪 随后闯入查理周刊 以周刊亵渎伊斯兰先知为由 开墙滥射 12人丧生 这两起恐怖攻击的兄弟党 都是一起作案 也没有随同恐攻 共赴皇权的打算 但已够让世界震惊 11个月后参与人数更多 火力更强大 让花都的小周末 变成黑色星期五 足球场 餐厅及巴塔克兰剧院 同时遭到恐怖攻击 9名行踪歹狐 有8名不是身绑炸弹引爆 就是引弹自尽 且兄弟分开作案 还有先后顺序 地点虽然距离不远 已让警方疲于奔命 目前落网的阿布戴斯兰 他的哥哥就是在餐厅引爆炸弹 他则是负责开车 再送恐怖分子作案后 才又逃回比利时 与党羽密谋轰炸核电厂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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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分别在两地引爆炸弹 当场身亡 不同于以往 孤狼是一人单独作案 恐怖犯为何都是兄弟党 就是因为对彼此的信任 如果你有一个小组 是兄弟和亲戚 很亲密的朋友 会让它更难 让一般人出现 或是让一般人出现 或是让一般人出现 写缘的感情 让恐怖手足越来越多 一来分别发动攻击 增加成功机会 而且人多壮胆 可进行更大的阴谋 因此每一个恐怖团体中 约有30%的成员 是兄弟党 但这些恐怖攻击 让西方国家也面无光 尤其布鲁塞尔 说明了欧洲反恐漏洞百出 原来比利时特种警察部队 成立超过40年 过去主要任务 是反间谍与反情报 去年巴黎恐攻 才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反恐 因为预算有限 特种部队也才500多人 根本难以应付 加上发比两国情资互不分享 中酿成欧洲反恐千疮百恐的糗态 如今为了补救 各国纷纷加强人力 进驻机场与车站 执行违安任务 但能否就此觉醒 共谋对策 成了元首们 首要面对的习题 观看